两军交战 你死我活 你要够狡诈 懂得诱敌 看准对方的弱点 一举杀旨 懂了吗 明日你便要出发 本王只有在此刻 才可以教导你 你务必仔细聆听 遵命 师父 这是太保营周遭的地势图 你此番前去 首要任务 就是要安定军心 若是你能熟知兵法战略 将士们会更有信心 胜利就再忘了 明白 太保营在此 你根据 图中所住的地形 和地势 说出你的想法 嗯 太保营三面环山 一守难攻 而正面突破之处 虽然是广袤的平原地带 但是 禁军肯定会严防死守 卧军采取暗夜突袭 只能包围山林处 不错 或许你真的是一个带兵人才 我身上流的可是我爹的血 这次要替他报仇 自然不能给他丢脸 只是 山林街会有瘴气 这该如何是好 引诱敌人 将劣势转为优势 我明白了 我军避开瘴气之地 突袭禁军 等他们追兵赶来 便故意诱使他们 进入瘴气中 果然是一点就通 可是 或许你的敌人 不是太报应 难道 另有扶军 如果是我呢 别开玩笑了 怎么可能啊 不得放松 排兵布阵 何来玩笑 本王是在指导你 灵敌之策 每一环节皆有其用 你若不能认真学习 那便无需再选 战场上变化多端 处处都是危机 你遇到问题你就慌了吗 伯王 伯王既然是策考摘星 那请问 伯王为何要与我为敌 马家军速来不受管束 此一之后 已失去其价值 陛下不愿意长留 命我随即率军包围 全数歼灭 包括你 怎么 反应不过来 等死啊 若真如此 我必誓死一战 杀出重围 但狼仔 不忍对你下手 馨儿 你并非我对手 一旦交战 你与马家军 必会死伤惨重 沙场相见 本王宁可与你单独和谈 劝服你投降 若真是与狼仔交战 摘星愿意赴约一谈 我还没想看 他也不有 你开战 你去哪儿 我这是 你把你带来 你去哪儿 我扔天 你去哪儿 是必兵败如山倒 马摘星 我现在说的话 你永远不要忘记 沙场上 千万不要相信你的敌人 若你以我为敌 便是狼仔已死 只剩薄王 切记 两军交战 你死我活 你要够狡诈 懂得诱敌 看准对方的弱点 一举杀旨 懂了吗 我明白了 我会慢慢学的 你没有时间慢慢学 可是 殿下又并非摘星 几颗要面对的敌人 无需学习 如此阴险狡诈之术 你必须马上学会 我知道 你是担心我过于柔弱 所以才应当我运兵的思路 不要担心我了 好不好 来 这是精灵护甲 是本王亲自帮你准备的 此甲虽然轻盈 但是刀枪难辱 足以让你以一挡板 一旦占据不力 大可祝你安然脱身 保下一命 这夜提点 那夜准备 看来 你是真的很担心我 本王只剩一件事交代 什么 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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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战胜最后的敌人 我答应你 是衣服 是衣服 今晚 你能否为我盛宴渐行 给我足够的信心 让我齐开得胜 哈哈